国舍天香的牡丹 相信好多人都见过 当你见过牡丹节的果吗 你知道它的养生价值吗 在这个小溪边啊 生长着一种植物 它开的花呀 有国舍天香之美称 对了 它就是牡丹 大家看啊 这里呢有一大片 就是牡丹 它的花呀 我们见过不少 当你见过 它的果吗 这个呢就是牡丹 卸了过后啊 结的果了 它非常有特色 每一株呢 都是五到六个 你看 一二三四五个 那这个 也是一二三四五个 但是啊 有的也是有六个的 它的表皮呢 有一层薄薄的绒毛 它的形状呢 也有像那个蚕豆 朋友们 你的家乡有这种植物吗 牡丹呢 可以说全身都是宝 它的花啊 不仅呢 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 同样也具有很高的养生价值 它的这个树皮啊 大家看这个树皮 称为呢 牡丹皮 以及呢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果 都是具有很高的养生价值的 朋友们 你在家乡有这种植物吗 你们知道它 具有什么样的养生价值吗 它的果 这个完全成熟过后啊 里面的这个种子呢 是黑色的 我们包一个来看一下啊 大家看 它这个里面呢 现在它那个种子啊 还没有完全成熟呢 它是白的啊 有好多个 这就是它的这个种子 牡丹果的养生价值啊 也相当高 哎 农村啊 人们如果是在农兜的时候啊 跌到腿 或者是扭到手 呃 就把这个啊 它的果子呢 把它捣烂 成泥状啊 负在痛的地方 很快来这个症状啊 就减轻了 当然这里呢 要提醒大家啊 这个种子是不能吃的啊 它有一定的毒性 只能外用 你知道它还有哪些养生作用 可以把你的经验呀 呃 写在评论区 让更多人来学习 关注评论 点赞 转发 收藏 长按点赞 由我相帮 应用啊 请专当地的专业人士的指导应用 我是一名生活在农村的营养师 感谢你的收看 还没有关注我的朋友呢 记得点一下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